魁为的台北市确诊佳麟 终于在103天后看到 一早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兴奋在领书颇文说想要跳舞 而北市议员王世坚 下午公开直播 跳舞太过火 如果之后没有佳麟 就不就不就要跳楼 明后天如果还是清零 不就要开趴了吗 对于跳舞说法 怒酸有点柯文哲话 来听他最新的说法 我们肯定黄珊珊副市长 他在防疫抗疫的作为 但是我们也期待他 要更小心谨慎的发言 一天清零就要跳舞 那明天如果还有确诊 那不就要跳楼 那一天清零就要跳舞 那明后天继续清零 那就要开趴了 所以这个爆起爆落的这种 面对态度是不好的 黄副市长那个跳舞的说法 是有一点柯文哲话 每一天我们在12个健康中心 还有疾管科 还有联合医院的同仁 每天在我办公室 我们每天下午四点半都有一个 每天长达两个小时的议题 我们每一个个案研究 然后有专案我们就去扑灭 用这样的方式其实是花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在做 所以今天清零我很开心的 是因为我答应他们说 如果有一天的个案数字是零的话 就跳舞给他们看 所以主要是要帮我们这些同仁打气 很多中央的长官们 也都有来跟我们说恭喜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高兴的事情 也跟市民分享 好台北市副市长黄森森 这样子抢先在脸书透露 今天台北市本土确诊个案加零 疫调会议时恐怕得跳舞了 还特别标注自己动态 觉得兴奋 对此呢陈时中说 任何一个地方政府知道零确诊 免不了都想跟大家分享 这没有违反问题的情形 不过陈时中也特别提到 这两天呢 在整体筛减阳性率确实很低 都低到0.01% 这两天在整体的筛减的阳性率 那确实现在是很低 这两天大概都低到0.01% 那其实我们低于0.1%已经很久了 那这两天看起来有0.01% 这样的一个数字 所以确实在社区里面 相对的案件 相对案件也算是比较少 那台北市 那 我想这也是 我想任何地方政府 当他这个他的一个居民 有零确诊的时候 免不了要想跟大家分享 这我想没有叫违反规定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不过呢 那在整体来讲我们还是 就能够能够归零 当然是最好 那不过我们还是要省省 尽管国内本土疫情已经趋缓 但传染力极高的Delta病毒 现在正四女世界各国 此外澳洲更有专家指出 Delta对于年轻人的影响相对很严重 感染之后甚至会转攻心脏 并发心经炎等等症状 让外界也相当担忧 超过99.99% 接种过两剂疫苗的人 是不是还能够有足够的保护力 也持续有待追踪 Delta变种病毒 除了导致各国疫情卷土重来 现在更令人担忧的是 Delta专攻年轻人的心脏 不但感应年龄不断地下降 还会让年轻健康的民众 面临更大的致命心脏并发症的风险 澳洲心脏专家表示 新南威尔斯省现在多数的新确诊 为20到39岁的年轻人 Delta的其中一项副作用 可能包含了心肌炎 也就是肉化心脏功能 引发心脏衰竭 严重者恐猝死 台湾因为Delta疫情再度失控的美国 自7月上旬以来 美国的单日平均确诊增加了9倍之多 住院人数是自2月以来的新高 儿童与青少年的病例 在一周内狂增了84% 面对传染力极强的Delta 打疫苗到底有没有用 根据美国疾病管制剂预防中心的资料分析 超过99.99%接种过两剂疫苗的人 即使感染了病毒也不会变成重症 就连唾奇专家也警告 收治新冠患者的加护病房 感染Delta年轻病患日增趋势 没打疫苗染疫的年轻人 重症状况越来越多 也成为最容易受到感染的族群 记者综合报道 疫苗把握力到底高不高 这回境外移入的个案当中 居然有两例是已经完整接种过两剂疫苗 另外国内又有多少人在接种之后染疫呢 陈时中也公布了最新的数据 带您一起来关心 打完两剂还没有满14天的 好像有5例 那打完两剂 在台湾的在我们国内的数字 那打完两剂 那经过14天之后再染疫的有6例 今天的境外移入的话 案15900是有在 6月9号7月1号都有在美国接种了 两剂的辉瑞疫苗 那它是8月7号到8月8号抵台 所以这个已经是接种两剂之后又过14天 这个是又符合完整的接种 那另外就是案15901 他是有在6月12跟7月9号 分别接种了一剂的也是辉瑞BNT疫苗 看起来应该是也是就是到现在来讲 也是接种完两剂 然后已经满14天 所以这应该都是有符合这个完整接种的条件 好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新增三例本土病例都是来自新北 陈时中说其中两例是已知感染源 另外一例呢关联不明 而新北市长侯友宜最新的记者会上头却说三例感染源都非常明确 一个是居家隔离确诊个案 一例是前往医院就医时感染 另外一例则是新庄家庭群聚个案再增一人 到底真相是什么呢 我们持续带你来了解内幕 今天新北市的新增确诊个案有三人 那这三人分别在市民心中永和各亿人 这当中居家隔离阳性的确诊案有一个 那新增个案是有两个 那这三人类管数是412人 那可以直接各市在今天是28人 那这当中这三人里面 我们特别给大家做一个报告 这三人的感染源都非常的清楚 第一个 家父的这个人是在新庄的个案 这个个案是他家属的一个朋友 也被我们宽列居家隔离 所以这个个案的来源 是上次新庄家族群聚感染增加一年 所以这个感染很清楚 至于这个个案是在市民 市民这个个案是新庄那个个案的家庭群聚 所传染出来的 所以非常清楚 另外新庄有一个个案 这个个案是朋友的接触 这个朋友的接触也是我们当时 已经有锁定的一个对象 然后在追查以后又追查 解决了 解决了 7年 直接查 gh tre 感谢观看